这是1961年钱学森的中科大 教授火箭技术概论时写下的教案手稿 第一讲提纲的第一句话是 我们祖先早就有了飞到天体上去的理想 长额奔月 而这门课要解决的终极目标是 星际航行 在开始研习钱学森之前 我没有听过这门课 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也从没有看过钱学森的任何论文 而我决定 尝试回到1961年钱学森的课堂 因为我对钱学森一生的勾勒 多数来源于哪些高光时刻 那些被贴上标签的定格 著名科学家两弹一心功勋 工程控制论创始人之一 我的抛开那些标签 为了切身的还原钱学森的心境 为了在跨越时空的文字间 去了解钱学森到底有多强 我用我糟糕的金融会计文科背景 自学了这门课的第一讲 我也花了三个月尝试研究钱学森的理论 去探寻一个被禁足的学者对天空的狂想 当我再次翻开钱学森的一生 两单一星万户飞天 钱学森的十七人名单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 那封改变十四亿人命运的信 那些改写中华文明的人 彼此交织又彼此名迹 大家好 我是之虚做你的Rap Artist 这一期我们一起走进钱学森的多元宇宙 在《残思》这本书中 我找到大段关于钱学森在麻省理工任教的描述 在考试中 钱学森的学生实在过于苛刻 他们抱怨钱学森出的题太难了 一个叫吉姆的学生指出 在他选修钱学森的班级里 只有一名博士研究生 在期末考试中拿到了73分的及格分数 大家公认的天才 后来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 结构动力学家之一的霍尔特·阿什利 拿到了第二名 58分 不及格 全班的平均分数只有20多分 而还有一些学生对钱学森的描述 关键词都是冷漠 傲慢 独来独往 无情 甚至是暴君 还有一名叫埃德加基茨的学生 在星期六评论杂志上写下具体的描述 说钱学森上课既没有教科书 也没讲义 也没课后作业 完全不考虑学生的感受 看到这里我很好奇这是真的吗 由于我找不到麻省理工的相关资料 就只能在中科院的课程讲义中 去感受钱老师所谓的 Cold Loof and Arrogant 而当我翻开钱学森的火箭技术概论第一讲讲义时 对 钱老师是有讲义的 上面提到了太阳系宇宙速度 乔尔科夫斯基公式和阿克莱公式 好 那真的是完全不考虑学生的感受吗 关于太阳系九个行星逐一分析后 讲义指出月球是地球的卫星 月球距离地球只有38万公里 月球上的脱离速度也只用2.42公里每秒 火箭很容易从上面起飞 所以可以利用月球做一个天然而理想的行星际站 登月是星际航行的第一步 那关于宇宙速度研究的目标是计算出 进入航行轨道需要的速度 现在是高中物理的内容 那如何让火箭获得对应的速度 首先要看乔尔科夫斯基公式 因为火箭增加的动量等于火箭喷射出的气体的动量 其方向相反 那根据动量守恒这一高中物理考点 如是M为火箭的顺时质量 V为火箭速度 U为喷气的相对速度 M1为开始飞行的火箭质量 M2为中了时的火箭质量 V2为飞行中了时的速度 DV为速度增量 那么火箭质量加质量增量乘以火箭速度V 等于火箭质量乘以速度加速度增量 再加上质量增量乘以速度与相对喷气速度的和 整理得到MDV加DM乘以U等于0 然后在M1到M2及V等于0到V2之间积分就可以得到 M1比M2等于1的V2除U次方 根据这个推算不难看出 要是中时速度V2越大 初始质量M1与中时质量M2的质量比就要越大 同时当V2确定后 因为火箭的结构始末质量比不可能无限大 而增加M2也能让火箭有更多的有效负载 要让M2更大 让航天员从一居室住上30辆厅 那就得让喷气速度U更大 于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就指引着我们要找到能量更大的燃料 提升喷气速度要装更多的燃料 或者在中途分离掉一部分机体来提升始末质量比 事实是在未来的60年间人类就是这么做的 而第一讲最后提到的阿克莱公式 是因为要去其他恒星必须非常接近光速 而此时必须要用相对论力学来计算 当时最强的推进剂是川的巨变 喷气速度为光速的5% 要达到飞行速度为0.8倍光速 总质量比就要达到34.8亿 这根本无法实现 所以宇宙航行是未来的理想 眼下还是先解决星际航行吧 这就是我作为一名文科专业的学生 自学师三节课中第一节课的过程 对了 钱学森还留了课后作业 我或许无法考证那些麻省理工学生的描述是不是真的 但至少中科院的学子们学的是深入浅出的课程 我还找到了他在加州理工教授喷射推进动力装置应用的讲义 厚达350页 手绘表格 手写公式 在关于钱学森的评价中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 钱学森的成就在于对中国火箭的推动 而并不在科学上 他不像冯卡门 爱因斯坦和特勒等科学巨人一样 富有远见着实 他可以帮助那些人完成计算工作 成为他们的左膀右臂 但却无法成为大师 你们信吗 我不信 我想加州理工 也不信 Marble教授在1964年编写的Spacecraft Propulsion讲义中是这么介绍他这套课程的 基于冯卡门博士的广泛影响 基于钱学森博士写的《喷气推进》这一著作 基于十几位位于世界各地的初代讲师 这些讲座才深深的影响了 几乎所有美国和欧洲后续教学的方向和内容 而讲义的第四章和第五章 则就是主要基于钱学森写的《喷气推进》一书 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研究生实验室75年的发展检史中 同样看到《喷气推进》这本书 在未来十多年里一直是权威 那么钱学森写的《喷气推进》一书 到底有多强 我没有找到影印版 于是花200美元买了一本二手的 当我打开它的那一刻 好的 劝退了 但这本书的《非夜》上有很多重要信息 上面印着这本书是为航空技术服务司令部而写的 下面还有个大大的restricted 它直到1954年才被解除保密 当然我还发现一个细节 这本书的上一任持有者叫 William Welch Kellogg 我查来讲他是一位气象学家 在气象卫星方面研究颇深 而市面现存的还有一本卖2500美元 它的持有者是Alan Parkit 他曾是休斯飞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所以前学森的这本《学术著作》推进了整个航空航天的学术研究 也影响了一代代能影响后世的关键人物 而当我进一步挖掘前学森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历史 事情远不止于此 NAS-艾姆斯研究中心的主楼大厅有两个醒目的展框 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工程师Robert Thomas Jones 他曾在1945年发表超音速飞机的经典论文 《小展显比坚毅在亚生素和超生素时的兴趣》 他提出的协议理论将在日后极大推进超音速飞机的发展 而论文末尾的参考资料中非常重要的一篇 正是钱学森发表于1938年的论文 有公角旋转体的超生素绕流 钱学森指出一个细长的抛射体在高速飞行时 几乎不会受到阻力的影响 琼斯将钱学森的公式应用于高速飞机上 神奇的发现如果机翼足够纤细 则几乎不会有阻力的影响 更戏剧的是1945年4月底 琼斯将他的理论报告提交给了 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的评审委员会 委员会认为琼斯的理论就是扯淡 而钱学森和委员会的乔治·谢勒讨论了这事 琼斯在理论上是正确的 他只是需要实验 当然钱学森的学术成就不仅仅在于理论 不仅仅在于航空航天 1954年被软禁期间 钱学森还写了一本改变历史的著作 《工程控制论》 根据钱学森的描述 研究《工程控制论》只是为了转移美国特务的注意 争取获准回归祖国 当时并没有想到去建立一门新学科 而事实是当我翻开这本著作 它不仅仅是一门全新的学科 它也是钱学森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 关乎于14亿人的命运 在书的援序中 钱学森表达了《工程控制论》的研究目的 是将《控制论》直接用在工程上 设计被控制系统或被操纵系统的那些部分 而《控制论》是关于怎样把机械元件与电器元件组合成稳定 并且具有特定性能的系统的科学 如果要用最通俗的话去理解这本书 我将它分成四个维度 一 小目标工程 二 物理原理 三 数学计算 以及零 大目标工程 那用一个更通俗的例子去讲 就是你在学校偷偷看我的视频被班主人发现了 他发你在黑板上抄一百遍RTEST的名字 而且要站在教室的最后面 同时给了你一套设备 一个末端有夹子的玩具 这个夹子可以控制摇杆 摇杆的另一端连接一个夹娃娃器 而夹娃娃器的爪子可以抓起粉笔 同时通过摇臂技术将粉笔扔在黑板上 然后一点点砸出RTEST的名字 好了 你可以开始抄了 那工程控制论告诉你大目标工程 就是写一百遍RTEST 它可以分为三个小的目标工程 分别是操纵摇杆 控制爪子扔出粉笔到正确的位置 它也是三个独立的系统 你的手部运动是系统一的输入 而第一个系统就是一个传递函数 它背后的力学物理原理 将你的输入信号转化成输出信号 爪子的运动位置 而爪子的运动位置是第二个传递函数的输入 在系统二中将位置信号转化成电信号 电信号将电压施加到线性执行器 再将电信号输出为第二个爪子的运动位置信号 而这个运动位置信号 再作为系统三中的输入信号 通过抛物线的物理运动原理转化为粉笔的位置信号 其中位置信号与电信号的转换 包括抛物线都是物理逻辑 而到底如何才能精准的完成这一任务 则需要数学的运算才知道 你在最初应该施加多大的力 爪子的灵敏度调到多少合适等等 于是你就能精准的控制你的工程 并开心的写RTest了 那在书中前学生循序渐进的阐述了研究逻辑 比如第一章提到线性和非线性系统 长系数线性系统就像你理想的人生一样 是一帆风顺的 而实际上你的人生是一波三折的 当然有些人的人生还会求取十八弯 所以人生它是个非线性系统 那为了过更好的人生 我们用努力就会成功来作为背后的运行逻辑 它就是一个长系数线性系统 而这个系统可能就忽略了天赋 运气等各种影响因素 但是因为数学的算法局限 我们不可能无止境的考虑所有的因素 于是就有了工程近似的概念 也就是你此时是摸了半小时鱼还是一小时鱼 对于你未来的人生影响忽略不计 那第二章的拉式变换法是全书一个重要的运算工具 在工程的角度 技术科学家们之所以最乐于采用拉式变换法 是因为这个方法能够把所有的问题 归结于一个一致的求解方法 例如将时间信号T转换为信号S 那为了简化处理 我用拉普拉斯的特殊形式复利液变换来解释就是 一个矩形波由无穷个正弦波组成 为了更直观的呈现 简化假设一个波随时间运动的波形是这样的 它可以拆分为若干个正弦波叠加在一起 那复利液变换可以将时域信号变为频域信号 T为时间Omega为频率 于是你就可以通过这种简化翻译 将时间T语言中的微分方程 用频率Omega语言来简化为代数方程 数学运算就会更高效 而当我看到后面的章节在学科的研究之外 我发现了其他的细节 第三章传递函数以飞机的横滚运动为例 讨论二为机翼理论的例子 第四章反馈四伏系统用的维持转速的例子 第五章不互相影响的控制 讲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和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控制 第六章交流四伏系统 因为实际工程中大多还是交流电应用场景 第八章有实质的线性系统 燃烧中的实质正是火箭燃料要解决的问题 第九章平稳随机输入下的线性系统 以空气气流状态与机翼结构为例 而有寄电器的四伏系统 是因为寄电器四伏系统价格更便宜 能实际落地 在之后的章节中辨系数线性系统中 钱学森直接以火箭为例 第十三章 利用射动理论的控制设计 更是直接把目标指向了火箭的运动轨迹 钱学森在工程控制论中做的不是科研 而是从东方腾空而起的火箭 1960年10月27日一枚1059型导弹出现在中国戈壁 1960年11月3日这枚导弹综合测试合格 像一把利剑直刺蓝天 而就在发射前往火箭里加注推进计时 导弹的弹体发生了凹陷 参谋长和九泉基地司令员出于谨慎不同意发射 当时却有一个人同意火箭发射 他认为当火箭点火凹陷将被顶起 并不会影响火箭升空 这个人是钱学森 内容真元帅现场表示 有前院长的签字我就同意发射 因为这也是技术问题 技术上钱学森说了算 于是当晚最高指示下达九泉发射场 同意发射 事实是当这一段曲折历史已成中国航天的一段意义是 当我再次翻阅《工程控制论》中的泛黄文字 最后的第十七章 正是钱学森当时写下同意发射的最好注视 系统越是复杂 由于整个系统的装配上的误差 或者因个别元件的损坏而发生的失灵现象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而十七章自行镇定和适应环境的系统 正是要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 本身能够自动的改正那些设计中偶然的或不能预料的误差 就像生物的试影技能就像那次惊心动魄 而又运筹帷幄的火箭点火 1960年11月5日92分28秒 伴随戈壁上空的一声轰鸣 1059导弹从西北大漠导弹靶场冲天而起 7分32秒后 飞行了550千米的导弹准确计准 了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发射成功 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 东风一号 钱学森的研究在国产导弹研制之路上 无疑是成功的关键 钱学森的归来让新中国科研进程大幅度提前 时间倒回到1955年 钱学森的回国之路上有一封信 更为关键 1955年5月1日 盛大的五一劳动节典礼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 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 醒目的标题写着 五一国际劳动节万岁 而人民画报上则刊登了一张天安门城楼的照片 这两则报道上出现了同一个重要的人物 陈书通 陈书通是谁 于是我检索了关于他的信息 他1876年出生于杭州 26岁中了举人 受汉林院编修 1904年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 回国后在京任职 曾在热大前身求是书院任教创办杭州白话报 任商务印书馆董事后为新中国建设发光发热 杭州 求是 这些关键词无不指向陈书通曾在杭州教育界举足轻重 而钱学森的父亲教育家钱君夫 在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 陈书通正在书院任教 陈书通是钱学森的同乡 也是他父亲的老师 此时的陈书通站在天安门城楼 见证着新中国的崛起 此时的美国媒体正谎称 有归国意愿的中国留学生都已归去 而此时有国难归的钱学森 拿着那天的人民话报 决定给自己的太老师写一封信 他决定向陈书通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的困境 陈书通成了钱学森最后的希望 钱学森在信中写道 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 已至被拘留 经已五年 无一日一时一刻 不思归国参与伟大的建设高潮 学森这几年中 唯已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 已被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 终没有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 而美方又说谎 为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 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 同时钱学森在信中还附上了纽约时报上 一篇关于自己的特别报道 报道称 钱学森 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火箭专家 3月5日在洛杉矶被驱逐回中国 但同时又不许他离开美国 因为他的离去 不利于美国的最高利益 这封信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求救信 而更关键的在于 如何将这封信成功送达 根据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回忆 所以我就装着孩子 写到比利时的例子 我有一个妹妹 跟妹妹在比利时 跑得老远老远 黑人的超市去 去买菜 把那东西呢 留在黑人的信箱的 黑人的超市的信箱里就 就是这样 这封信从比利时妹妹手中 寄到了钱学森父亲手中 再被转交给陈淑通 于是因为这封重要的信件 1950年8月 一个在30年后才解禁的秘密事件 在日内瓦万国公上演 8月1日 日内瓦万国公总统办公室中的谈判桌旁 一边坐着美国大使亚历克希斯约翰逊 和他的三名助手 另一边坐着中国大使王炳南 和他的三名助手 双方正在就释放朝鲜战争中的 战俘问题展开谈判 这就是著名的王炳南约翰逊会谈 此时距离1954年6月 第一轮会谈已有14个月 双方都打出了底牌 美国希望释放所有 遗留在中国的美国人 中国则要求美方允许留在美国的 中国科学家回国 只是多轮的僵持后 一直没有结果 而在7天后的8月8日 王炳南在一次发言中 首次也是唯一一次 提到了一个具体的名字 钱学森 他说我们收到了一封钱学森的来信 他渴望返回中国 这封信也充分表明 在美国还有许多中国科学家 渴望返回祖国却无计可施 根本不是所谓的 怨回国者皆已放回 王炳南再一次要求美方提供所有 留美中国公民的名单 最终在密集的谈判后 双方达成正式协议 遣返对方公民 美方不接受王炳南提出的 交出所有在美中国公民名单的要求 但表示任何希望回到中国的中国留学生 都可以安排回国 9月 钱学森的离境许可正式生效 于是1955年9月17日 钱学森一家手持着三等舱船票 在洛杉矶港口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邀伦 此时码头上的记者们 蜂拥攫取着钱学森的支言片语 他们将在日后肆意地宣泄着 对美国当局的愤怒与怀疑 此时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 笼罩着压抑 冯卡门与钱学森的旧事 将只能永久地存在于回忆 此时钱学森的朋友们挥别这位 可能终生不会再见的老友 他们目送着钱学森踏上崭新的旅程 而在千里之外的中华大地上 人们此时再为钱学森呐喊 为归国学生发声 8月19日 从美国归来的15个中国留学生 向新华社诉说 美国阻挠留学生回国的无礼行径 他们曾被传讯文化强迫扣留 人身管制威胁罚款 甚至被逼迫申请难民 他们希望更多的中国留学生 能像他们一样回到祖国 8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 留美学生有什么回国自由 文中说 还有许许多多和他们同样的留学生 正不托美国移民局的铁掌 至今离不开美国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正是钱学森先生 所谓中国留美学生 以可自由离美回国的说法 是同事实完全不符的 中国有句老话 一只手不能掩进天下人的耳目 美国应该拿行动来证明他的言辞 人民日报连续刊登抗议文章 这所有的自立行间承载的 是钱学森等学子返回祖国的希望 在克里夫兰号上 钱学森收到一封其父亲署名的电报 知你回国甚位 并嘱咐钱学森沿途误登案 因为如果他在日本下船 美国便不会对他的安全负责 10月8日黎明 透过陈雾 祖国的彼岸怀揣着数十年的期盼 排除万难 钱学森回家了 他点亮的移民前的黑暗了 1955年11月3日 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刊登长篇报道 热爱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 报道记述了钱学森的回国之路 和对未来的安排 他已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聘请 他将在未来把自己20年间的科研积累 全部贡献出来 然后钱学森仿佛人间蒸发了 除了偶尔有关于力学家钱学森的报道外 连家人都不知道钱学森到底在干嘛 他被任命为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 总工程师兼导弹研究院院长的消息 只存在于国防部的绝密文件中 他与陈庚大将当年的一段秘密对白 在多年以后才被钱学森亲口揭开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中国人比他们矮劫 此时中华民族的自信是钱学森内心的笃定 中国的国防事业也成为钱学森最大的使命 于是1956年1月 钱学森给在京的军事干部讲解 关于导弹武器的知识 讲台的下方是身经百战的新中国高级将领 讲台的黑板上则写下了改变中国发展进程的三个字 火箭军 此时的中国没有导弹更没有导弹部队 钱学森全力召集各部门的人才 他也写信给远在美国的老友郭永怀 希望他快来快来 于是1956年9月郭永怀回到祖国 1956年10月8日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 1957年中国从苏联采购了两枚R型导弹 当导弹部件在深夜被火车秘密运至第五研究院 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完整的火箭系统 中国的导弹研发进入实质性阶段 1959年第五研究院展开代号为1059的项目 项目的目标是仿造R型导弹 国产导弹研发的艰难不仅在于技术 当时甚至都缺少最基本的原料 橡胶 补销钢管和铝板 我们也没有大型钻孔压力机 车床只能徒手去焊 而以前学生为代表的新中国科学家们 在食堂里吃着大锅饭手里的设备破烂不堪 面对苏联人在技术上的刻意隐瞒 面对苏联专家被撤回的处境艰难 他们还是在1960年将国产导弹东风一号运到了戈壁滩 在这片土地上曾刻实着2000年前 获取并抵御匈奴的壮志与骁勇 在这片土地上将记录着中国的火箭梦想 一次次互相升空 1964年6月29日东风2号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东风2A核导弹点火升空 两弹结合试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升空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它让太空中响起了东方红 而2003年10月15日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 首次将中国航天员送入太空 2022年中国的载人空间站进入收官阶段 它有个向中华文明致敬的名字 天公 钱学森的努力推动了新中国两弹一星从无到有 钱学森也见证了新中国航空航天的百年奋斗 2015年12月3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正式成立 它正是60年前钱学森在黑板上勾勒的伟大蓝图 而风起于清平之末 早在1935年7月浙江青年上 就刊登了一则满是化学方程式和晦涩理论的文章 作者是24岁的钱学森 文章的标题名为火箭 在火箭一文的开头 钱学森写道 我们在交通器具上的发展 由一天走不到六七十里路的牛车 到一小时飞奔二三百里的流线型火车 我们有鲁窑的渡船到每小时走一百里的游轮 现在又是天空的时代了 杜格拉斯飞机可以在一小时中飞六百里 所以人们喊出我们征服天空了 但是火星和地球的距离呢 太阳和地球的距离呢 钱学森用散文的笔触抒发着科学的狂想 他说我们现在认为超特的交通工具充其量 只能走到火星的旅程中之六万分之一 到太阳的旅程中之十五万分之一 哼 这是你在一个清朗的夏夜望着繁蜜的闪闪 群星感一种渴望而不可接的失望吧 我们真是如此可怜吗 不 绝不 我们必须征服宇宙 我们有办法吗 有的 火箭 而在文章的后面 钱学森详细阐述了火箭为什么会上升 不同的燃料有何区别 火箭应该是什么结构 我们如何从火箭飞机开始着手 以及研究者们要做什么工作 此时当我再次回看钱学森去留学后的学术研究 火箭发动机的理想循环 发动机燃烧时的温度计算 火箭的理想效率的计算 比热为常数的推理公式 通过连续脉冲推进的探空火箭飞行分析 有公角旋转体的超声速绕流 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 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 未来20年将发生的一切 都已在火箭这篇短短的论文中生根 新中国将迎来的春天 都已在钱学森这个年轻人的脑海中发芽 他在美国期间曾在黑板上 画了一条沿着地平线的曲线 曲线的左侧是纽约 右侧是巴黎 但这条被称为钱学森弹道的曲线连接的 是从他乡到故乡的距离 它不仅是一枚火箭进入大气层前后的滑翔变轨飞行 它不仅造就了使命必达的东风快递 它飞越的起点是大半个世纪前前学森的初心 当然还有一代代国人的初心 在纽约时报的官网上 我找到一则1901年12月27日的新闻 绝没有把1800万美元作为礼物送给中国 美国确认700万美元赔款已是足额 纯属谣言 文章的结论是美国一定会将多收的赔款返还中国 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会有多收的部分 我之所以没有放这则新闻的图片 是因为官网上这张报纸的首页影印版要70美元 我不想让这则假新闻再次获利 当然实际原因是太贵 事实是在1907年之前 美国一直在通过媒体的公开声明 否认或掩盖关于庚子赔款的退款意向 而庚子赔款的返还却是一代国人最后的倔强 其中一个关键的人叫梁成 梁成在1903年成为驻美工时 当时白银贬值 列强再次讹诈要改用黄金支付或者补偿差价 梁成去找美国据理力争时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说出了一个重要信息 美国内部也在调查索赔额度过高的问题 于是梁成开始收集证据证实 美国索赔额度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他走访参与索赔谈判的当事官员 他极力争取美国各界的支持 他招待记者四处奔走眼说 他不卑不亢地说 各国若能将赔款和解 与我国财政疏有补益 贵国如能唱首一声所播 兴起闻风矣 他的努力让美国各界认可了赔款虚高的事实 让时任总统老罗斯福感受到了压力 截至1907年 老罗斯福向国会递交了资文 要求国会授权退款 庚子赔款 1908年 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退还1160万美元赔款 1924年 尚未偿付的更款本息1254.5万美元 悉数退还 梁成的努力为其他各国的赔款退还起到了带动作用 1920年12月 英国通知中国将退还更款 1922年 中法两国互换文书决定将部分更款退还 中比中义分别于1925 1933年定立协定退还更款 荷兰于1926年将更款全部还给中国 而庚子赔款的退还不仅是梁成作为外交官的牵绊 他更是一代国人关于自强的呐喊 他新办了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 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他造就了一代知识分子写下了百年后的答案 那些庚子赔款奖学金的获得者 包括中国近代生物学奠基者秉智 气象学家浙江大学校长朱可珍 清华大学校长梅宜齐 语言学家赵元润等影响了中国教育与科学发展的人们 尽管他们的目的地不同 尽管学科不相同 但一切求学之路的起点都是更款奖学金的初心 所有留学之行的终点 都是同一个养育我们的中华大地 数学家华罗根从美国回国时 在通过罗湖口岸前夕 发表了一封告刘美同学的公开信 他在信中写道 良缘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西 我想这是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心声 也是一代代国人秘露蓝绿的最好助教 当然 这一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的火药 钱学森在一次讲课时很骄傲的对大家说 最早发明导弹的国家其实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最先发明了火药 把导弹送上天的技术就起源于中国的鞭炮 二T9 事实是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 这升空的火箭早已沉淀了千年 公元一千年 北宋唐福应用火箭原理制成了战争武器 它不同于弓弩 火箭的动力来源是燃烧的火药 16世纪 明朝将领七级光抗窝时 曾使用重两公斤能远射三百步的火箭 那时火器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军事 人们甚至发明了火龙出水和非空砂桶 根据《火龙经》和《五倍智》记载 火龙出水是一种运载火箭加作战火箭的二级火箭 非空砂桶是运载火箭加返回式火箭的二级火箭 而明朝还有一个富人家的孩子 他不爱仕途爱科学 最大的理想是把人送上蓝天 这个中国载人火箭的先驱名叫万户 他手持大风筝坐在捆绑着47只火箭的飞椅上 火箭点燃飞椅升向半空 整当第二排火箭自行点燃围观的人群发出欢呼 突然一声巨响万户被火团包围 他手握着着火的风筝粉身碎骨 当时间到了20世纪 1903年12月17日 莱特兄弟的《飞行者1号》实现了人类第一次有动力飞行 飞行距离36.5米 而1909年9月21日 一架双翼飞机环绕小山丘飞行了800米 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个25岁的中国人名叫冯儒 他回国后为中国航空奉献了年轻的生命 他说武文均用力气墨飞机弱 势必身为之畅成一决意已归降祖国 苟无成勿宁死 见魏佩妥出道已是江湖 雄关漫道而今唯有迈步 事实是飞天不仅乃是我中华千年之夙愿 航空也已成中华眼下存亡之关键 1933年2月5日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航空救国三院》 文中写道 现在各色的人们大喊着各种救国 只有航天救国较为别致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文章署名何家干 他正是钱学森父亲钱军夫的好友 他还有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 鲁迅 狗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到渺茫的希望 真的猛事将更愤然前行 而中国欲存争于天下 其守在利人 人利 然后凡事举 中国的航空航天是千年来创造性劳动的 结晶 使中华民族的祖先们向往天空的初心 而初心未改 梦想已延续至今 1967年9月12日 钱学森在学生储柜摆的一封来信上 亲笔修订了关于空间技术名词统一的建议 他说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只有远见着实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他说用航天技术而不用宇宙空间技术 不要夸大航天一词由此得名 钱学森无疑是中国航天的开拓者 但钱学森的涉猎范围却不仅是航空航天 功勋科学家的落脚点始终在于科学 事实是当中国的航空航天已初见雏形 当他也完成祖国交给他的使命 钱学森在晚年又开始新的修行 1978年他开始研究系统科学 他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 创立了系统工程中国学派 4年后更是出版18万字论系统工程一书 1979年他开创科学技术体系学 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体系的二维层次结构 1981年他提出将系统科学 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1982年再添加军事科学文艺理论 1985年行为科学 1988年地理科学 1996年建筑科学 至此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已收数 他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11个大部类 他囊括了应对任何大型科学技术实验工程的方法和理论 而此时的钱学森也是96岁的高龄 当我再次翻开钱学森的书信 我发现整个回国后的40年间 他的绝大部分信件都是在解答回复 关于各类科学的大小问题 信中不难看出 钱学森在科学方面的思考和为人层面的谦虚 不知您觉如何 您以为如何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此致敬礼 而当我翻到钱学森曾写下的一篇手稿 《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 我发现这些举重若轻的琢磨 在更早就已画好了轮廓 他说从我自幼所受教育来看 培养青少年要从多方面 我自幼的老师就有17位 父亲教我写文言文 母亲让我爱花草 小学老师于世俭教我广泛求知和写字 而7位中学老师分别教了国文 生物 绘画 美术 音乐 矿物 化学 几何伦理 钱学森在最后写了一句 看来要大力发展思维科学 事实是钱学森早在1935年就发表过音乐和音乐的内容 他希望音乐被更广泛的重视 甚至用案例分析了简朴 他在1957年曾发表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 他说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 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的结合 不能刻板形式 1990年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万字论文 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 可见钱学森的科学观是一种宏大的方法论 而非某一具体学科 用学生送件的评述来说 钱学森是处理复杂巨系统方法论的倡导者 参与者和卓有成效的实践者 是的 没错 我甚至找到一封他在1992年写给国家的信 信中说 现在美国 日本 西欧都在组织各自技术力量 供高效续电池 计划开发出续电池汽车 我国汽车工业应跳过用汽油柴油阶段 直接进入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阶段 而他在一封1990年给汪承为的信中 就曾提到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他说此词中意可以是人为景境或灵境 我特别喜欢灵境 中国为特农 我想钱学森的贡献不仅是航空航天 也不仅是科学的方法论 他作为中国的科研事业奠基 他也将中华的思辨智慧传承 而在影响钱学森17位老师外 还有很多默默奉献的人们 就像破格录取钱学森的叶启孙 在两单一星的23位元勋之中 有10位都是叶启孙的学生 就像清华大学的导师王柱 他不仅帮助了钱学森 也组建了中国航空研究院 是中国近代航空工业奠基人之一 伟大的科学家终将逝去 而人类的科学文明正是靠着一代代的传承而延续 正如前学森子回国后同样致力于教学事业 他此工程力学研读班的学生何有生 是这么回忆的 很多人认为前学生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导弹 火箭 没错 两单一星无疑是民族的免死金牌 当钱学森被质疑不该搞导弹火箭时 当时我一听我就气急了 我就马上就憋不住就发言 然而这样的话 要没有两单卫星啊诸位啊 我们不可能在这开会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而当我们因航空航天而起 走进一个工薰科学家非凡的生平 钱学森留给中国的 又何止是两单一星的工薰 东风二号首次试射失败 钱学森顶着巨大的压力总结归因 他的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 不是一个科学家的取高贺寡 而是追求系统整体设计的合理和优化 他为弥补工业水平的差距想尽办法 在1956年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时 钱学森力排众议 反对优先发展飞机 因为导弹只要求几十分钟或数小时的可靠性 而飞机上千小时的可靠系统 不是当时可落地的规划 用内容真的话说 他是个战略科学家 钱学森牺牲自己的科研时间办学教学 他在武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教材 给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 后来的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七发任 载人航天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 都是钱学森讲台下的学生 钱学森的科学技术体系学 技术科学方法论也早已远远超出航空航天 他所思考的是为新中国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 他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用11个大部类 指明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方向 以前觉得钱学森真厉害 能顶美国五个师 现在才发现美国五个师真厉害 能顶一个钱学森 钱学森是一个科学家 功勋科学家 也是中国历史上卓越的人民科学家 钱学森是从零到一的那个人 他不是所谓的神 他是有血有肉有骨气的中国人 科学的落脚点终究在于人民 钱学森的骨血始终是中华儿女 正如家宇国补育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而小家宇大国是镌刻在每个国人基因里 永不磨灭的印记 爱国从来都不是一种潮流 它是奠定在骨子里的责任 钱学森代表的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于命运的一代代人 从嫦娥奔月的狂想到万户飞天的疯狂 从东风一号呼啸长空到如今我们要打造出真正的天宫 几百代新风血雨几千年漫漫征途 曾走过绿荫花溪也踏过枯骨万里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九万里 风棚正举 当时代的考题已经列出中华民族的答卷正在写旧 让风将我吹回所来之处 但求相随 腾空而行 我们或许只能通过史料去丈量他们存在过的蛮荒时代 但当时的他们身上是国家 现在的我们脚下是未来 寥寥三万字根本无法覆盖前学森灿烂的一生 一个伟人却用中国的长远发展区区妻子 为中华崛起之梦想擦去蒙城了 血鱼火里淬炼出来的是敢于书写命运的刚强 我泱泱滑下一撇一捺 都是脊梁 视频到这里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等我深入了解那段历史 对于前学森和那些闪光的群星 我只能说肃然起敬 此时距离我打开前学森的传记也有近六个月 等我想他的传奇经历将深远的影响我 成为他给学生上课时的八字真言 勤于思考 善于学习 我想对于我来说 想把视频做得更好 何尝不是这八个字呢 当然 前学森的上下两期视频近90分钟 已倾注了我们巨量的心血 如果你看到了这里 还希望能点赞 收藏 真的 太感谢了 因为能力的局限 如果视频存在疏漏 也希望你们能指出 还有 将这些视频转发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看到属于中国的奇迹 也特别感谢前学森图书馆给予的支持与肯定 以及这个博物馆之友的至高荣誉 正如馆长钱永刚先生所言 期待未来 携手恭敬 这视频最后是关于曾经的人们 他们后来都怎样了 而在此之前 给你们安利一个我发现的网站 一个模拟火箭模型的软件 你可以通过各种参数的调节和部件的组合 打造属于你的火箭 比如我就先放了椭圆的头锥 放了箭体和内桶放上尾翼 椭圆不好看 还是T型的吧 然后调整尾翼角度 这样我的火箭就能螺旋上升了 把内桶设置为动力安装装置 然后找一款趁手的发动机 然而内桶直径小了 再改大直径 但此时重心和压心太接近 这样火箭稳定性不够 在空中就很容易掉头命中自己 所以夹配重 调大尾翼 最后调个色 进行仿真模拟 我这款火箭最高能飞到713米 能在空中飞行46.9秒 是不是很简单 事实是我的初稿是这样的 仿真显示 无法升空 网站和教程我会放在评论区 1946年前学生在火箭小组的伙伴玛琳娜 辞去了喷气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的职务 她离开的原因是在战争中身心俱疲 她认为真正需要投入智慧和力量的是 找到一种让主权国家能够和平共处 而不是自相残杀的方式 于是她移民到法国放弃了航空工程专业 几年后她在巴黎发明了动态艺术 这是一种将艺术和科学有机结合起来的艺术形式 她将电灯运用于艺术 她开创了动力学绘画 她至今被国际公认为艺术中光合运动的伟大先驱之一 她也在1968年创办了为新技术和当代艺术发声的期刊 莱昂纳多任编辑 1947年至1953年 她还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顾问和科研司司长 1963年当选宇航科学院院长 她为月球国际实验室制定了一个计划 来自不同国家的宇航员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可以在太空中为和平目的共同努力 她是集科学家 艺术家编辑人文主义者的罕见组合 1981年11月9日 玛丽娜在巴黎病逝 1993年夏天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接到一个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电话 对方说自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Marble 而Marble正是当初前学生在加州理工的同事和好友 她说自己很快要退休了 她收集保管了钱学森先生大量的手稿 这些手稿非常珍贵 并问要不要送到中国 而这些正是当年钱学森在办公室留下的 多达一万五千余页 重达八十磅的手稿 当年当钱学森被美国移民局扣押的时候 Marble从开车前去探望钱学森 并为钱学森找律师申诉 当钱学森回国后写信给郭永怀时 信中也提到一句话 另指书名请凶转大理石托他买 我改日再和他通信 而大理石这个爱称指的正是Marble Marble于2014年去世 在加州理工官网的复告上是这么说的 Marble是美国国家工程院和国家科学院获奖成员 这是一个罕见的荣誉 它也是美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的研究员 它的其他荣誉包括AIA的推进剂和燃烧奖 以及丹尼尔谷根海姆奖章 通常被视为航空界的诺贝尔奖 文中还记录了他与钱学森的牵绊 钱学森让他在这个全新的领域开发一套课程 包括化学 气体动力学和材料科学 钱学森也在JPL给他弄了个一官半职 在二战结束后的15年里 冯布劳恩与美国陆军合作开发弹道导弹 他作为回行针计划的关键人物 和剩下的约125名德国科研人员 被美军安排制造火箭 1950年代冯布劳恩的团队陆续设计了 陆军的红石和木星弹道导弹 以及木星C探空火箭 1958年1月31日 他设计的丘诺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了 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 此时他成为美国太空探索倡导者之一 他为颗列等杂志撰写了大量书籍和文章 他甚至还担任了迪士尼电视节目 《太空人》的发言人 1960年冯布劳恩成为美国宇航局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的主任 1969年7月 他领导设计了世界上最大的火箭土星5号 则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登月与他毕生的梦想 1972年冯布劳恩决定从NASA退休 1977年6月16日 他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病逝 1945年冯卡门和前学生审讯的对象中 除了冯布劳恩还有冯卡门的老师普朗特 他是现代空气动力学和现代流体力学之父 德国火箭研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而这次会面是三代空气动力学家的世纪相遇 在卡门前公式问世前 旧有公式只能计算出相当于音速一半时气流的扰动近似值 这些老一代公式的代表之一正是普朗特·格劳特公式 虽然普朗特在1953年8月15日于戈廷根去世 但是普朗特的一位学生则深远的影响了后世 阿道夫·布斯曼 1929年普朗特和他一起首次提出一种超声速喷管设计方法 而身为冯卡门的师弟 身为德国的空气动力专家阿道夫·布斯曼 同样成为被审问的对象 他自1935年提出后掠式机翼的设想后 一直为纳粹德国进行新型战机的秘密研究 二战末期 德国的M1-262型喷气战斗机 将机翼改成45度后掠式 正式基于阿道夫·布斯曼的理论 美国飞机设计师乔治·谢勒在审问阿道夫·布斯曼 并阅读了其论文和风动试验数据后 马上决定将新型高速轰炸机的执意 改为后掠式 这架飞机的名字叫B-47 后来乔治·谢勒成为波音飞机公司副总裁 而阿道夫·布斯曼则担任美国航空航天局 高级顾问15年之久 从1963年起受聘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 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的F86和苏联的米格15 都采用了德国人阿道夫·布斯曼的后劣式研究成果 当然 关于德国 关于戈廷根 我还找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1912年 冯卡门和一个叫马克斯·波恩的人 合作发表了名为 关于空间点阵的震动的著名论文 马克斯·波恩比冯卡门早一年 拿到戈廷根大学的博士学位 而马克斯·波恩在其后 成为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 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他在戈廷根大学任教时 还有一个弟子叫罗伯特·奥本海默 这个叫奥本海默的人 则是曼哈顿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他成功领导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 人称美国原子弹之父 1956年5月 钱学森给冯卡门写了封信 祝贺他的75岁寿城 钱学森写道 对于一个纯粹的科学家 重要的是为人类做出持久的贡献 在这一点上 冯卡门先生您可能没有感到 根据对科学技术的贡献 所享有的骄傲和自豪 因为您的很多成果 被用于制造毁灭性武器 几乎没有造福于人类 难道不是吗 但是您真的没必要这样想 自从我回到我的祖国 感到这里的世界不同于美国 这里生活着9亿人民 超过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科学和技术真正被用来建设幸福生活 您的贡献应该让我们铭记于心 我非常尊敬您 我希望一个科学家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 能够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安全和美好 这个声明 作为我在您75岁寿城市至极 1963年5月6日 冯卡门于前往亚称的路上逝世 享年82岁 前学生回国后 再位与人师相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